今天是十二十三 星期四 我的聲音是沙沙地的 因為昨天吃完飯局之後 回到家裏做運動 開了一個槍 做運動 可能被風吹一吹 打了兩個核刺 今天起床已經頭重重 現在剛剛吃了一些咳藥水和咳藥 喉嚨有點癢 知道來了 我自己知道 現在說話似乎在喉嚨有些東西 是留著留著在這裏 沒辦法 聲音沙沙地 但都要說的 市市有少少高抬整固 不過暫時來說都很正常 沒甚麼特別 事實上去到十二份市場 是有一些叫粉飾的活動 但記得粉飾的效應是維穩的 穩定就可以了 不是擦動任何的 是聲浪的行動 這點大家要留意 早段指數輕輕低於兩點 是二萬二千五百點 之後市場有點反覆 曾經一度日中升上去 二萬二千五百六十三 這也是今個月的高位 也是2012年的新高點 但下午就受到A股 聲勢放緩不單止 還出現回市的形態 所以港股在下半段都略為反覆 日中低位是二萬二千三百八十點 收市是二萬二千四百四十五點 成交跌到57點 成交今晚624億 現在最重要的是十堅線 一日指數未跌穿十堅線 高台整固等變是很正常的 但穿了十堅線 就叫做反覆代變 這個格局大家要聽清楚 還有一件事 去到聖誕前左近的水平 其實已經沒有氣候了 因為基金經理 很多已經放假了 現在是二萬二千四 二萬二千五 相對整個二營一年 現在是高台 今個月升多三百升多二百 對基金的組合來說 是沒有太大意思的 相反來說 只要不讓它大跌 技術上來說 就可以過度到二零一三年 然後再行定奪 加上近期來說 有不少的賠股行動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 跪飽了的效應 所以令到一些基金 如果它現在想入市的話 很可能接了一手大貨 它都不需要這麼急買 當然知道 接了之後 收貨是會有少少反覆 但是它接得這麼大收貨 它就不介意短期的反覆 因為一定是中長線的持有 所以短期股價的波動 其實影響不大 唯一要說的話 整個形態 直到現在這分鐘 如果能夠過度到一三年的話 是有利大股在一三年 再進一步向上穩更高的指數 無論中期目標看多少 我自己覺得 應該是暫時定在 2010年11月8日的高位 24,988點 這個也是二期牛市的狼釘 只要指數能夠升破這一點的話 市場的氣氛應該會比較刺激 或者在那一分鐘來說 不單止是藍酒 二線 甚至三線股都會開始熱 因為很多投資者 直到現在這分鐘 都是採取觀望的態度 錯失了低級的機會 叫它再買一些主打的股份 它們是不願的 寧願買一些未升過的二線 或者三線股 那些都是一個板塊 只不過是未升的原因 當然不知 個別由於沒有什麼基本因素支持 就算股價上升 都只能定位為投機炒賣 但是市場有時候很有趣 你越是投機炒賣 越是無數計 越是多人喜歡去插著 因為大家猜猜一下 夠刺激 還有一件事 五倍就五倍 六倍就六倍 市盈率數都數得到 對它來說吸引力不是那麼大 始終一絕人 是喜歡中線持有的 它一定要看市盈率 一定要看排斥率 但是也有些人 它純粹是短炒的 最好今天買 明天就爆升兩成 那還對 如果升不到兩成 萬一不對班 最多就是止蝕 真的有些資金是這樣 而且是位數不少 所以當這些資金 一參與市場的產買活動 一些二線 三線 甚至乎四線股份 就開始來 細頭由於細細隻 變成一升的時間 頭很明顯 亦都吸引了更加多的 光邊的山河 是參與下去 那種賣賣 當然知道 抱著一個投機心態入市 只要做好風險管理 問題就不是那麼大 但是 在比較刺熱的氣氛當中 令人最陶醉的氣氛當中 其實也是危機感最大的時間 不是代表馬上回頭 高台稍微有少少整固 已經是很大的幅度 舉個例子 一毫升到兩毫半 震一震到一毫八指 這樣已經散了 所以要參與買買 最好做好風險管理 在自己的組合裏面 的資金 預留一部分 做一個炒作 問題不大 但是 所有資金投放下去 風險就很大 大家要留意 好了 講到這裏不講 喉嚨真是痛 真是說不出話 留一點點聲氣 今晚還要去 去沙子灣 今晚去沙子灣吃飯 唉 條路真是軟 明天就和你